几日历史巨制邓小平在北京昌平开放媒体坦班 虽然正值深冬世界 但演员们却都是情装上阵 用单薄的服装升抗寒冷 邓小平的誓言者马绍华不仅带病忍受严寒 还为了全面塑造好伪人形象 学起了四川花 不是要这个风浪 那过瘾的很 那也痛快